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索尼亞斯大陸生存 對不起,不是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秋風回覆您留言的節目 我現在人在索尼亞斯大陸這一點不假 我們現在去挖挖礦,做一點閒工 順便回覆觀眾的問題 變成順便回覆,不曉得觀眾會不會不高興 不管 節省時間,一個節目兩個用途 有點偷懶,沒關係 先來回覆第一個觀眾的問題 秋風,你在剪片結束後會再看一次嗎?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通常都會再看一次 因為我剪片的時候有看,所以再看一次不會看得這麼仔細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miss掉的部分 導致我有時候上傳完公開了 欸,被觀眾發現有嚴重問題 所以就再重新修正一下,修訂一下 基本上我都是會再看一次的 沒有錯,好,下一題 秋風,我想知道你是怎麼決定一款遊戲直播、影片 還是只拍一集系列呢? 我...怎麼決定哪 一切都是愛 因為我有愛 我對這款遊戲有愛 我就把它拍成影片 我對這款遊戲的愛 薄弱了一點點 就把它拍成直播 我對這款的愛 又少了這麼一點 就拍成只有一集系列 我對這款遊戲根本沒有愛 就不會拍影片了 一切都是愛 除了愛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會讓我影響到我對這款遊戲的愛 就是如果其他實況主已經直播了 那很多觀眾又叫我再玩一次有沒有 譬如說某某系列 這個有實況主已經播過了 也連載結束了 那就是他們會說 秋風你也玩一下好不好 你也來玩看看 那我可能就會用直播的方式 可能是拍成直播 就把它一口氣拍完 或是只拍一集系列 就只拍一集 因為大家想看我玩一下 那我就玩一下這樣子 欸 就是拍成一集 那如果我 你們推薦的遊戲 我很喜歡 很綜藝 那我可能只拍一集 玩得很爽 然後就把它改成直播長期連載 或是直接影片發布 就有可能會變成這種系列 或是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題囉 秋風你能不能把發布時間發布一下 咦 發布時間 沒問題 我的 其實我已經做很久了 做這件事做很久了 我 每一次 影片發布都有一個 影片發布日曆 它是以日為單位的 所以 今天發的影片 你去影片發布日曆上面 就可以看得到我今天會發什麼影片 那有可能會看到前 未來幾天會發什麼影片 呃 也可以查詢 以前發過什麼影片 呃 可以一直查詢到2010年8月 那最近呢 最近還上 上檔了 上檔 最近還整理了那個 呃 我的直播日記 直播日曆 直播 那你可以一直查詢到2014年的直播 呃 2014年1月份 開始 開始用這個日曆 那你可以 查詢到那 那一天我直播了些什麼 一直查詢到最近我直播了些什麼 呃 那個 不一定會有未來的啦 因為 直播不確定啦 那個 有確定的就會先PO上去 告訴大家 欸什麼時候要發布了 那大家可以 好好利用這兩個日曆 呃 好好的查詢一下 秋風的影片發布時間 那我們就回答下一題囉 秋風你玩小遊戲 沒玩 玩會拍第二集嗎 如果是小遊戲 秋風小遊戲時間 就不會有第二集了 他就是一集的節目 就是在介紹這一款小遊戲 呃 玩到哪裡就是哪裡 也不會有下一集 那希望大家都去玩一下 因為他就是 呃 如果我拍成小遊戲 大部分這一款遊戲就是免費的 那大家都可以 有機會獲得免費的這一款遊戲 然後可以去試玩 所以我就不會 嗯 刻意要把它玩完 當作是介紹遊戲 這樣子 因為蠻多人問這一題的 就說 欸 小遊戲你怎麼會再拍下一集 再拍下一集 再拍下一集 通常小遊戲是不會再拍下一集的 如果我想拍下一集 就不會把它回在小遊戲類了 那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我們就繼續回答下面的問題囉 秋風大家都說你不日常 那你為什麼不拍 非日常生存 拍什麼非日常生存 我已經拍很多非日常生存啦 呵呵呵 從以前到現在的那個生存系列 欸通通都是非日常生存 啊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再看一遍 我絕對歡迎大家 看一遍看兩遍看三遍看十遍看一百遍 啊 呵呵 我要看一百遍 我聽到非常爽有沒有 我已經玩了很多不日常的生存了 所以 偶爾來日常一下啊 我玩的就叫日常 在日常玩的生存就叫日常 好不好 呵呵 可以嗎 呵呵 好啦下一題 秋風 秋風回覆您遺言 可不可以出快一點 回覆您遺言 什麼東西 我沒出過這種東西 什麼回覆遺言 你們留的都是遺言嗎 不是吧 呵呵呵 秋風回覆您留言 好不好 是回覆您留言 不是遺言 喔喔 拜託一下 呵呵呵 基本上呢這個節目就是 一個禮拜出一集 那在這個禮拜之內呢 你有留言 就有可能會被我選進來 像你這一個留言 很經典 我就把你選進來了 呵呵呵 會不會因為這個留言 大家以後都隨便亂流 那個字都故意打不正確啊 呵呵 不知道 不過這個回覆一定太經典了 絕對不是遺言 好不好 而且 也沒有辦法再出快一點了 就是 它就是一個禮拜一集 一集的啦 那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回覆您留言 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 同一時間再會 不要再問我 那個 能不能出快一點啦 就這麼快啦 好不好 一個禮拜一次 同一時間再會囉 掰掰 結束 的